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中国新一波的疫情如同海啸般爆发 全国各地感染人数在短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激增 而且死亡人数更是害人 失满为患 全国各地殡仪馆火葬场爆满 有大陆民众尝试四种途径申请遗体转月和火化 却迟迟等不到消息 只好准备在自家小区焚烧亲人的遗体 好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很多城市的殡仪馆都挤满了死者的家属 网上流传西安石殡仪馆的照片 办理手续的服务台前占满了披码带销的人 广州有媒体报道 银河原殡仪馆已加班服务 仍不能消化门外等候为死去亲人预约火化的人潮 有家属就表示了亲人已经死去几天了 但无法打通电话预约安排 只能把遗体放在家里 而魔独上海更是魔幻不断 上海市殡葬系统大崩溃 许多人被迫家中停尸多日 境况是非常的悲惨和恐怖 12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 游二村一名居民在小区群组发帖称 自己的父亲26日晚上去世 抗原检测成阳性 但直到28日仍然无法送走 给邻居带来麻烦和恐惧 这位居民说 由于现在殡仪馆遗体爆满 从27日就是昨天早上开始 我专门负责父亲遗体的转运和火化 争取早日把父亲的遗体转运出去 目前通过四个途径 第一官方的花木社区卫生中心 提供962841殡葬热线 第二12345市民热线反应 第三通过亲戚和朋友脱关系 第四向龙华火葬场申请 目前四条路都没有获得明确反馈信息 殡葬热线只给我一个信息 目前皆失排期都排到了明年元旦以后 根据国家传染病防治法 传染病病人的遗体是不允许滞留在家里的 如果全部通过 我将按国家传染病防治法 在本小区里自行找回空地焚烧遗体 居民们如果有意见 请选择报警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也不向警方报警 表示全体通过 这都是得被逼成什么样了 据当地自媒体报道 该帖发出后小区群里就炸了锅了 居民纷纷表示反对 后续贴文显示 此事掀起的舆论风波 迫使居委会和公安当晚就一起出动 帮助解决了问题 这个事件再次引发舆论 对上海疫情惨况的关注 那有网友就表示了 这名居民能够用宣告小区焚食的方式 发动邻居们成功的要挟官方安排遗体火化 显然是事出有因 事实上上海已传出多个疑似当街焚烧遗体的视频 12月27日 上海商人房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上海遗体处理不过来 她的一个朋友表哥的遗体已经滞留家中三天了 我吓死了 上海大量的遗体放在家里 放四天五天及七天的都有 近日上海气温都在四摄氏度以上 最高气温是十摄氏度左右 室内温度更高 遗体放在家中会很快腐烂发臭 这对死者家属和邻居显然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 网上传出了多个被质疑是在小区内焚烧遗体的视频 据成多发生在上海 各方消息显示 目前上海殡葬系统超负荷 医院太平间满地遗体 各个殡仪馆从凌晨起就大拍长龙 但殡仪馆每天都只发放有限的号码 死者家属凭号码火化遗体 视频显示 有人开始倒卖号码 一个号码能卖到三万元人民币 真是啥钱都敢赚呢 人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没有敬畏不是件好事 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 如果气温升高 尸体又无处存放 导致腐烂 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 得不到解决 那到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瘟疫 所以我们继续看吧 希望有人能想到 并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吧 12月29日 据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 辽宁本西用食品冷冻库存放棺材 看起来真是触目惊心 有网友说 中共火葬场已经来不及火化遗体 堆积如山 死的人太多太多 中共国已经是人间炼狱 更是共产地狱 当前中国的新一波疫情 是来势汹汹 重症率死亡率高 特别是中共体制内人员更是大量死亡 12月28日 据一段流传出来的视频显示 在一栋建筑大门口的看板上贴满了复告 复告是一层压着一层贴满了看板 那看板附近的墙上 门口的铁门上也被贴上复告 分享视频的网友说 这是山西省会太原移动国企宿舍的大门口 视频中的复告落款日期 是从12月23日到27日不等 落款单位多出现太原重工或太重字样 还有一张落款为山西星叶气体分公司 据公开资料显示 太重集团全程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是山西省的大型国企 山西星叶气体分公司 前身为太重集团公司气体供应公司 后来参与改制 但目前仍有太重集团的参股 据此判断 填满复告的建筑应该是太重集团的职工宿舍 中国各地疫情陆续爆发 死亡潮已从城市蔓延到农村 网络频传农村丧事连台的视频 有视频显示 重庆一个村庄十几家在同一天办白事 12月28日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 一个村庄的路边搭满了林棚 拍视频的女子操着四川口音介绍说 前面七八家这里还有到处摆满了 分享视频的网友称 这是重庆村庄的视频 村里专业的殡葬业搭棚子 十几家同一天办白事 真是活久见 后续还有视频显示 在另一个农村地点 多家葬礼在同时举行 林棚也是一家挨着一家 有敲锣的 有哭丧的 有开饭的 一片混乱 另外网上还有一段视频显示 在疑似一个乡镇的街头 也一连搭着六七个林棚 正在同时办丧事 拍摄者也似乎是四川口音 还有两段视频显示 北方某地农村的林棚 也是一个挨着一个 疑似一名搭林棚的男子 边拍摄 边操着北方口音介绍 这边林棚还没拆 那边又搭起来了 刚死的这个才35岁 说搭林棚的业务都忙不过来了 接活都排气到1月1号了 他不断的哀叹 这是什么世道啊 真悲哀 听天有命吧 连日来农村地区 丧事之秘籍 是三年疫情以来前所未见的 这也反映出大陆 这波疫情的严重程度 早在12月24日就有陆媒报道 这轮疫情冲击波 已从一线城市 陆续蔓延到三四线城市 及周边村镇 形势变化太快 令很多地方都措手不及 中国此波疫情大爆发 中共体制内官员也传大量死亡 有网络消息指 北京的中共空军总医院 也出现医疗挤兑 军级以上的官员都住不下了 军级及以下官员根本无法住院 消息来自12月28日传出的 一张涉媒对话截图 截图显示 有网民贴出据称来自 中共少将杨华荣的短信 内容是自称全家都杨了 老黄高烧住进空军总医院 该医院军以上干部住不下了 自己不知怎么办 爆料网民称 杨华荣是杨德志的大女儿 她丈夫黄欣是空军副政委 重症住进空军总医院 杨华荣本人只是军级少将 医院不给他床位 公开资料显示 杨德志原名杨靖堂 是中共所谓的开国上将 曾任多个军区司令员 国防部副部长等职 杨华荣是杨德志长女 她的丈夫黄欣曾任空军副政委 中将军衔 杨华荣本人退休前 最高职位为中共总参谋部 管理局副局长少将军衔 这个消息说明了 中共军内疫情也相当严重 此前官方曾发复告指 中共陆军后勤保障部部长 64岁少将韩志庆 11月5日因病治疗无效 在中共军队总医院 北京301医院去世 当时中国疫情尚未大爆发 但日前北京一名政法系统高官 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 早在11月中共20大期间 北京医院内感染就已经很严重 官方一直在隐瞒疫情 直到12月初放开前后 北京医疗系统就已经崩溃 据他所知 因为耽误治疗死在医院的退休官员 厅级以上的就至少有6个 近期一位名叫漂泊落叶的网友 在微信中与人聊天 告诉了大家一节正在发生的事实 他说兄弟们 你们不要挣扎或者疑惑了 躲不掉的 我现在在口罩厂做客服临时工 发货的工人都是阳性 你们买的口罩都是阳性 你上哪躲 此言一出众人哗然 另一名网友无奈的讲述了 自己医院发生的身边事 一个高烧39度的120司机 和一个高烧38度的医生 拉回了一个体温37.5度的病人 是啊 口罩制作工人痒了 120的司机痒了 医院的医生都痒了 ICU满了 所有医院的发热门诊 人满为患 一个网友晒出土片 2022年12月17日 西安市儿童医院发热门诊的挂号单表示 在他的前面还有1047人在等待 在河南农村 这几天最常见的就是一家一家的发烧 一家一家的排队输液 12月28日网上又有视频曝光了北京的惨状 大家看看这些现场画面吧 希望大家都能从我们前面的节目中 找到避疫的良方 平安度过上天 用来淘汰中共的这场大瘟疫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